美西白兜蟲主要分布在亚利香纳州与新墨西哥州 是目前美国发现最大的甲虫之一 要从其约2到3年乘从其约2到4个月 建议22到26度温控 它会随着环境的潮湿度和想吃的食物 而影响它身上的颜色 如果想要让它长得北泡泡又迷迷 记得养在偏干的环境并且会使浅色的果冻哦 一起来看看被妹妹当成叽叽牙的美西白兜啊 美西白兜 因为气温嘛 没有就是他也是湿度 他太湿就会变黑 他也老了 老了就会黑 他老了就会黑 他老了就会黑 所以老了他就是没有在分身 在年轻人太湿会 除非我们做表本才可以把它变回黄色 还会变回黄色 美西白兜 因为我们有没有把它整理开 刚刚很湿的时候 身上黑黑的 为什么把它整理开它就变老了 因为有油嘛 湿的时候身上黑 干的时候就变白白的 就变白的 从不回来就是会出油 它老了出油所以变黑色 诶那前面这边有一个这个是什么 对啊 它从里面找 有一个合色的地方 它叫它的毛 就是这样 它这边 长期基本上就是放大盘 它这边有刘海 呃 等一下 你们不要动 我放大一下 我让它这样 刘海 两个人都有刘海 对啊 它这边 这边有 它们这边有长的刘海 它也有 短短的 小小的 真的诶 他们两个是同姿 诶那是 那是毛还是壳 那是毛 可以试试看 很柔 柔 哦 它是毛诶 对啊 所以嘴巴那一个这个地方也是毛吗 对 它这个 它这个算是它的瘤海 然后眼睛在这边 瘤海 哦 嘴巴 眼睛在哪边 眼睛在 眼睛在这边 哦 眼睛在这 它嘴巴在这边 哎呦 OK 小学生会痛吗 这海老师 我是怕受伤 哦 好 这边 它嘴巴在这边 哦 嘴巴 它正常嘴巴会收起来 二的时候 那为什么假如二的时候它就会 嘴巴就一直沾开 打开啊 小婴儿也会啊 所以这个是美中 美西白兜 那有什么特性 它就是 它是 就是在湿的时候 它就是会白黑黑的 然后呢 它在干燥的环境 应该是干一点的环境中 它就会白白的 像是这一只 它是刚从它充满 湿湿的水汤里面爬出来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那么白 然后这只应该是行虫 好痛 就它是行虫 它还在行虫 还在行虫 就抓它出来玩 所以说 快过了 但是这个哥哥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每一只虫嘛 然后它就是 适着生虫 那为什么它这个 角度如何躲完它 它到底是 强在哪里 怎么可以被人家不在里面 在这个 淘汰一塞中生存下来 那它在自然的时候 它不一定 它可能不一定 一定要打架的党才可以吃东西 它可以解人家吃剩 它至少都可以活下 哦 哦 了解 就是失荒的 对 因为它毕竟的话 它打架打不过人家 它只能靠自己的 它只能靠自己的 警觉 美色 对 就是尽可能 动作快一点呢 吃完 发现吃的 趕快吃完再跑掉 哦 了解 所以这种才是 最聪明的生存方法 对 别看你这么多 美西白刀 是不是长得 萌萌的呢 记得订阅小乔频道 才能看到更多甲虫朋友 也能在底下留言许愿 想要我们介绍的 回家中哦